阿辰 打不过就认输 肖木臣 待会儿我会踩下你的头 让大家都看一看 你们小家 是有多无闹 你做梦 赵魂长 好厉害 接着在七重天的高手 都能讨的便宜 有点意思 接下来 我可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不对 这小子是想和光我的体力 终于用出全部实力了 那我也要开始认真了 哎 赵兄 两个小卫比武 咱们大人插手 不太合适吧 好 我们走 阿辰呢 没事吧 你又吐血了 没事 就是有点累 快 快 赶紧把阿辰带下去疗伤 快快快 一个四重天的 居然能打得过七重天的 天资好厉害 阿陈子 你好好休息啊 我去你爷爷那儿 研究一下公司铁矿的事 浩可 鸡 进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是来谢谢你的 我不用再给消费了 你受伤了 这个 这是我用全部的释放钱 去给你买的名单 谢谢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不用特意来看我 还有什么事吗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而且我们也两亲了 你也不用再来找我 你在这儿带着 我出去看一下 你在这儿带着 我出去看一下 你小心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萧川 想不到吧 你们萧姐也有今天 我告诉你萧川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你们家有多少人 就死多少人 赵老三 我们两家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联合前孙王三家 来对付我们 难道就是因为 比武的时候打伤了你儿子 那你应该找他 向萧武尘报仇去 我们为什么联手对付你萧家 你自己心里清楚 快 乖乖交出你们萧家的铁矿 敢联手对付我萧家 那得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质 他就是你说的萧家天才 赵神 你不是说他五重天吗 我看上去已经七重天了 真有这么厉害 我们趁早杀了我 你决后患 杀了他 他们的铁矿是咱们的 都杀了 你找我 他们的铁矿是咱们的 你找我 你们的铁矿是咱们的 你还要找我 那小子赶紧杀绝 做梦 这一路救不了还要救他 哎 传给我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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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叫我肚子啊 他当肖家之孙 眼睛听听 手段简单这么残忍 简单就是个杀人不在眼的 不懂 残忍 你们这些鸡鸣狗盗 滥杀无辜之辈 有什么资格说我 啊 我说了 今天你们都得死 一个也跑不了 上 上了 你们两个 谁先死 好个狂我小子 今日我不活泼了你 我就不幸孙 好厉害 阿晨居然能以五重天的修为挡下九重天高手的攻击 这小子哪学到这么厉害的武功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身体里的灵力肉弯 那我们就耗死他 我曾下去他撑不了多久 对 想耗死我 没门 咱们速战速决 咱们速战速决 和我交手 你得注意点 你 你就叫圣灵是鬼 阿晨 快 快逛逛他 你爷爷被逛在哪了 快 我可以不伤你 给你个机会 告诉我我爷爷在哪 休想 说 我爷爷到底在哪 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所 我说 我说 他们都被关在造势集团的窗户里 不要赏我 老东西 没想到啊 你也有今天 有本事就杀我 那可不行 除非你把铁困的地图吐出来 我就成全 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 要不 你来告诉我 我倒是想告诉你 但我真的不知道 这没骨子的东西 老板 我们抓个漏网之鱼 老板 我们抓个漏网之鱼 哟 瞧瞧这是谁呀 这不是肖家宗会的大少爷 肖天才 呵呵 又不怎么样 现在就是个废 你们肖家另一个天才 他把我给打伤了 我还没找到算账 呸 我先不跟你一本记下 等我爸爸把他抓回来 等我爸爸把他抓回来 让你们一块儿收拾 放了我爷爷 阿晨 阿晨 我们有救了 休木晨 你是来送死的吗 孙叔叔 你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我爸爸 他都死了 他都死了 死了 被谁杀死的 他太厉害了 这不可能 我爸他可是九重天的高手 你们四个人联手 也有萧山都赢不了 区区一个萧牧城 怎么可能打败你们 他说的没错 人是我杀的 你找死 我要替我爸报仇 呀 还不放人 还谁敢 谁敢